新六脉神剑阿里巴巴文化管理从管行走向管新 马云在现任演讲中说的制度传承 正是他留给阿里巴巴的强文化资产 这个阶段阿里巴巴的文化管理处于小学阶段 一样化葫芦 通过对美国通用公司价值观体系原理的研究 制定出阿里的独孤九剑体系 从基因提取来看 新六脉神剑高度凝结了阿里的文化基因 特别是马云自己的基因 新六脉神剑文化基因浓厚 表达口语化内容宽泛化 不似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表达方式 更像名人名言和真言 阿里巴巴可能会弱化文化的考核因素 强化文化思想教育和管新的作用 从文化管行走向文化管新 马云退了 他的企业文化深深地刻在阿里组织的DNA里 他成为了阿里巴巴的文化教父 2 第1道目 9 相 controvers